面对老公背叛女人最实用的方法是什么 先权衡利弊吧 很多人发现伴侣出轨了 第一个反应是 我要她承认错误 让她给我道歉 然后让她回归 或者就特别生气直接提离婚 但我们在咨询当中发现 在情绪支配下去做这两件事情的人都后悔了 因为出轨的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的 他就算嘴上说错了 但心里呢压根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很多人道完歉 F完伴侣该玩继续玩 而现在更多出现的情况就是 被抓住的这位不说话 不回应也不承认 你想干嘛都行 有些人会配合离婚 有些人压根不配合离婚 就想两边都站着 那冲动提离婚的呢 有可能离着离着冷静了 发现还是割舍不下不想离了 可这时候你想挽回就肯定难度大很多 还有一些呢 是离婚的时候发现 什么证据都没有抓到 家庭资产什么都没有分到 所以面对伴侣出轨 虽然你很着急 但是真的不能急 一定要先权衡一下利弊 怎么权衡呢 这个阶段 如果你需要他跟你一块养家 你觉得这个男的还没有坏到 六亲不认 而你对他也有感情 那你就一定得想办法 让他们断掉 然后让男的回来 并且重建你们的关系 如果你离婚后 自己也能活得好 孩子也能变得更好 那么你这个阶段需要收集证据 并且疗愈好自己的内心的创伤 把钱分到同时 自己还能更强大 全年人的世界 爱和恨 都得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去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被出轨了 你被伤害了 那你一定要先保护自己 你才能去想别的事